战争年代 叶飞 王碧城 陶勇 是战神苏玉手下的三大猛将 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 三人率领的部队那也都是主力 立下了赫赫战功 三人和苏玉之间的感情更是极为深厚 然而1958年时 却有领导向他们施压 让他们去批评苏玉 可三人却都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 维护老首长 尤其是陶勇 他在批斗大会上的发言 更是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那么陶勇究竟说了什么呢 1954年 苏玉担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在此期间 因为越权受到了批评 犯了错被批评 那本是理所当然 然而苏玉的错误 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歪曲事实 最后成了很严重的事情 因此在1958年时 苏玉受到了批判 刚开始参会的都是元帅大将 然而随着会议的扩大 人数也迅速的增加 最后进到了上千人 当时陶勇 叶飞 王碧城三人 也受到了命令 那么他们三人是如何做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 很多人都站出来 揭发了苏玉过去的一些错误 那苏玉的三个老部下 叶王陶也收到了命令 他们跟随苏玉十几年了 自然知道老领导的为人 让他们给编瞎话 他们也办不到 领导找到叶飞时 他始终不说话 不管谁来软硬皆失 他就是不开口 上面没办法治他的嘴 那干脆就不管他了 轮到王碧城 他平日里就性格孤僻 极恶如仇 说话也很直接 丝毫不给人留面子 于是他在揭发时 便大声说道 我奉命揭发大一谋家素玉 随后他不仅没有批评素玉 反而还高度评价了 素玉在战争中的表现 幕僚还不忘加上一句 要说音 我从来没见过 谁要是知情 说出来让我们听一听 受受教育 王碧城说完 大家都惊呆了 很多人都很佩服他的勇气 毕竟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时候 他却能为素玉挺顺而出 仗义直言 而接下来陶勇的发言 更是令批斗会现场炸锅了 那么陶勇究竟说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当接到批斗老领导的通知后 陶勇的内心 其实是非常气愤的 于是他便说 自己是个大老粗 没上过学也不会写字 没办法写材料揭发 领导非要为难他的话 就找人帮他写一份 他就负责在大会上念 那领导一听这是好主意 刚好可以把素玉的重点错误 都写出来 再借陶勇之口 统统给说出来 于是领导让秘书连夜整理出了 一份批斗材料 交给了陶勇 没想到批斗大会那天 陶勇刚一上场便说 我没什么文化 这篇稿子是某某领导 让我照着念的 让面有不认识的字 我就读圈了 念错了大家也别笑话 接下来陶勇便说道 本人陶勇 奉命圈发大一谋家素玉 陶勇刚一看口 便引得台下哄堂大笑 给他材料那位领导 脸都气绿了 还没等他念完 就派人将他哄下了台 而陶勇也用自己的方式 有力的维护了素玉的尊严 正所谓碎寒之松柏 患难见真情 路遥之玛丽 日久见人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